这个重点说完之后我们要做题目了 所以同学务必要注意听了 现在讲的是那个无性生殖的课程 那我先看来 无性生殖就是说 它的这个生物体它不需要透过配子细胞 或生殖细胞的结合方式 比如说它没有精卵结合 没有精子没有卵子 它不用结合在一起的 这样的生殖方式 就称之为无性生殖 因为没有精子跟卵子没有配子 所以它也不会有所谓的减速分裂 它就是用一般的细胞分裂产生的后代 这样的过程就称之为无性生殖 我们重点再复习一下 它的特色有三个 第一个呢 它是直接以细胞分裂方式来产生后代 意思说它没有减速分裂好不好 就是它没有透过减速分裂 它是用细胞分裂方式来产生后代 然后第二个呢 它的后代跟清代是完全相同的特征 它的基因是一模一样的 几乎都一样的 但是呢 有个缺点 它比较不利于演化 万一间环境变化很恶劣的时候 这个物种可能就无法保留下来 因为它没有基因的充足 它没有一种多样性的产生 就是它没有充足之后 产生更多样性的一些基因在 所以万一这个环境很恶劣之后 可能这个物种它就活不下去了 就无法保留下来 所以它是不利于演化的 好处就是怎么样 它可以保留这个清淡的完整的特征 好那无性生殖的种类有这四个 有这几个不是好几个 不是四个 有像所谓的像分裂生殖 出牙生殖 锻炼生殖 包子繁殖 营养器官繁殖 跟组织培养 还有副织养 什么叫分裂生殖呢 就透过细胞分裂方式 我们重点复习一下 像是变形虫跟草驴虫 就是利用这种分裂生殖的方式 来产生后代 那出牙生殖的话 像是水席跟绍母菌 它会在母体产生小的牙体 这牙体成熟之后脱离了母体 而成为新的一个子弹 这样的方式称之为出牙生殖 那断裂生殖我们介绍的是 像是蜗虫 还有蘸蚤 还有水棉 还有海星 它会透过断裂的方式 产生下一代 就称为断裂生殖 那孢子繁殖的话 是一些霉菌 像是黑霉菌跟青霉菌 它那个霉菌上面会有些孢子囊 孢子囊炸开之后很多的孢子 这孢子在适当的环境下 都会产生新的个体 这样的生殖方式 称之为孢子繁殖 这孢注意一下 不是称那个孢子 孢子的孢 你注意那写法 万一考试要写字的时候要写对 另外呢 所谓的营养器官繁殖呢 就讲那个三种 就是根菌叶 我们讲根的部分呢 是那个马铃薯的根 马铃薯的根叫快根 它只要泡到水 环境适合 它就开始发芽发出来 它发的位置是没有固定的 所以 番薯的根叫不定根 那番薯发芽还是可以吃 好 再来讲到金 金的话呢 有洋葱的灵金 还有草莓的匍匐金 还有马铃薯的那个快金 马铃薯的快金的话呢 马铃薯我们吃它的金 这金如果发芽 就是有毒 那个就不能吃了 马铃薯发芽不要吃了 而是有毒的 它会在那个牙眼 会长出新的植株出来 这是马铃薯 另外是那个草莓是匍匐金 匍匐金说它会长出一个金 然后直接生出一个新的草莓 一个植株它的后代 两个基因都完全相同的 这样生殖方式就称之为 营养器官里面的金的部分 金的繁殖 叶的话呢 我们提到的是落地生根 还有石莲 落地生根记得 它是在叶圆的缺坑处 会长出新的 那个落地生根 那石莲的话呢 它在叶子的基部 会长出新的石莲 我们看一下图片好了 怕你们忘记了 快速的看一下 好像这个是 蜗虫断裂生质 它的头部会长出下半部 下半部长出头部 这样的生质方式称之为断裂生质 你把它切很多段的话 它造生质不误 这是所谓的断裂生质 好 再来来海星 海星也是 你把它手给切一段之后呢 它一样伸出来一个个体出来给你看 这是海星的手 长出来一个新的海星出来 然后再来讲初遥的生质 像这个是水溪 它长出新的鸭体 酵母菌上面有一个小包包 这小包包就是那个小酵母菌 就被它长出来了 包含这也是 酵母菌这一个 长出个小包包 这包包头怎么样 这是它的小牙体 这是水溪 旁边这一根就是它的小牙体 它长大之后就脱离它了 然后变个新的水溪出来 所以水溪跟酵母菌都是出牙生质 二说的孢子繁子 像这个就是所谓的青霉菌 它的外观是绿色的 主要它孢子哪是绿色的 所以外观像绿色 然后青霉菌 这黑霉菌呢 包子囊是黑色的 所以叫黑霉菌 它们都有些菌丝在 那菌丝呢 就会伸到那个物体的那个 它被覆盖的那个东西的里面去 像是食物啊 像是水果啊 什么东西都一样 它菌丝往下长 长了之后它分泌酵素 然后把这个它做转换之后 它可以去利用它的吸血方式呢 它可以活下去了 所以只要食物发明都不要再吃了 好那再来那个包子的话呢 包子囊里面有很多的包子 这包子一旦炸开之后 就很多的包子散落出去了 因为它很轻 所以风衣所以可以带走 在适当环境下 它就可以再产生新的包子 那个菌种出来了 这个是那个包子繁殖的方式 好再来我们看那个下一个呢 是营养器官的根 这马铃薯的根 它是快根 会长出一个新 不是讲错了 这是番薯啊 不是马铃薯 这个番薯的快根 它会长出一个新的番薯出来 那番薯发芽是可以吃的 不是发芽 番薯发芽不要吃 发芽可以吃 那马铃薯的话呢 这个是它的那个芽眼 它的是马铃薯是快精 吃它的一个精 然后这芽眼 它就会长出新的马铃薯出来 而这个是草莓 它有葡芙精 那长出来之后 这是新的草莓 这两个精英都相同的 好再下一个呢 这是马铃薯了 我刚刚讲过不讲了 这一个草莓啊 这记得哦 这三个精英都相同 唯一的不同是这个种子 这草莓的种子 跟这两株的精英会不一样 跟这也不一样 为什么 它有精英重组过 所以当然会不一样 好再来看这个落地生根的叶 就是营养器官繁殖 它在叶圆的缺颗处 会长出新的落地生根 那这个就是那个十莲花呢 在基部会长出一个新的子株出来 好讲比较快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好所谓的组织培养技术是说呢 它把那个莲花 取一部分的组织 在这里面呢 给它生长技术 给它养分之后呢 无菌的情况下 它会产生更多的一些芽体出来 这莲花的一个小芽体 再把这东西呢 小小小个体的 再把它怎么样 再培育出来 变成一个一整株的兰花 这样方法呢 称之为组织培养的技术 好 那我们来看题目 然后在那个讲义的第几页 我们主意来看起 好 十四页的第一题呢 它说 小明利用十莲花的叶 进行营养器官的繁殖 它会在哪边看到新的植株啊 这个是十莲花 十莲花怎么样 在它的基部 叶饼这边的基部啊 产生新的植株 所以答案选的是丁 好 下一题 好 说呢 农民花费了长时间的心血 培育出马铃薯 这种水果品种 马铃薯的水果品种 那它该利用何种方式 才能够繁殖出 跟清代的优良品质 极相似的马铃薯子带呢 马铃薯的繁殖方式呢 是营养器官繁殖 它是 马铃薯是筋 筷筋对不对 所以答案选的是竹 它是营养器官繁殖 好 第三题 好 马铃薯呢 有台农一号 台农三号 这两种品种 若用台农三号的马铃薯 进行营养器官的繁殖 则栽培出来的马铃薯 应该是下列合者 比用它的三号马铃薯去 营养器官繁殖 那生出来一样是三号的 因为基因完全相同 所以答案选的是B 全部都是台农三号 好 第四个 台农公司呢 它外销欧美的莲花 又漂亮又便宜 而且品质相当整齐 它们最可能用哪一种方式 来培育培养养花的 答案就是组织培养技术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好 第五题 它去燕草采牛奶蜜枣 回家后呢 想要植栽同样的又大又甜的牛奶蜜枣 那应该用何种方式来繁殖这个牛奶蜜枣呢 好 你要繁殖它的话 就是要五星生殖才能够保留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后代 那我这边看一下呢 比较适合的 是哪一个 因为它说取果实 果实 果实是吃的 这没办法去培育 是种子才可以培育 但种子培育的话呢 它种子是精英的充足 所以就不能够跟它 本来可能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有精英充足过 所以这种子就不适合 因为它希望说能够保留它完整的一种 又大又甜的一种情况 那最好就是无性繁殖的方式 无性生殖 所以答案选的是C 就取一段这个牛奶蜜枣的枝条 用这个牵插法的方式呢 把它给繁殖出来 好 所以答案选的是C 好 第六题 有关组织 植物的组织培养基数呢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它说 只要将植物的组织切成小块放入泥土中 不是放泥土吧 这要放到培养米 用生长基数啊 还有营养素 这样才可以哦 所以A不对啊 B它说 组织培养基数是属于有性生殖 不对是无性生殖哦 所以AB都不对 但是C它说 新植物的个体跟原来的个体有很大的差异 这更不对啊 我们的组织培养就是要保留它的清代 它的就是那个完全一样的像那个 那个性贞特征 所以C不对啊 答案选出呢 应用于农业跟原意上并带来经济效益 是的 它可以大量的繁殖跟清代一样 优良传统 优良精英的一个植物啊 或是一个商品 一个果实啊 一个植物啊 乱七八糟了 土丝呢 土丝啊 不土丝 土丝啊 放在一段时间之后呢 长满了青霉菌 也说老师不是黑霉菌吗 其实都会长啊 你不要说题目有错 没有错啦 其实什么都会长 什么菌都会长啊 它说土丝 放一段时间之后 长满了青霉菌 那青霉菌呢 是以下列核种方式来繁殖的 答案是包子繁殖 所以选的是B 好 第八题 用哪一种器官来繁殖下一代 它是不属于营养器官繁殖的 营养器官繁殖就是根经验 那西式果实 当然不要选 答案选 就要选它 不属于 所以答案选C 要选果实的这一个 好 第九题 过年版本用的发高 发贵跟年高是吗 在放一段时间之后 涨满了黴菌 那黴菌是以下列核种方式来繁殖呢 答案是包子繁殖 所以选择是C 好 看那个第十题 甘蔗呢 有红皮跟绿皮两个品种 你有看过吗 甘蔗有红皮跟绿皮 不都紫色的吗 他说用红皮甘蔗呢 进行营养器官繁殖 摘栽培出来的甘蔗 属于哪一种 如果是营养器官繁殖的话 出来都是红皮的 所以答案选择是A 全都是红皮的 好 第十一题 关于分裂生殖跟断裂生殖的比较 何者是正确的 分裂生殖是细胞分裂生殖方式 像是单细胞的草鲁虫变形虫 断裂生殖呢 像是蜗虫啊 栈枣啊 水棉啊 海星啊 断裂生殖 他说下列去处何者正确 A他说 子带的性状跟轻带完全相同 这答案就对了 答案选A 那B呢 B正确应该是都无性生殖 不是有性的 那C他说 两者每次生殖结果 B产生两个子带 未必啊 所以C也不对 那猪他说 前者如蜗虫 分裂生殖是草鲁虫背心虫 不是蜗虫 所以猪也不对 好 所以答案选的是A 好 第十二题 在草莓园呢 发现某种植物 它可以由匍匐精的结束 长出新的根根芽 那你草莓园不就是发现草莓吗 好 他说 此种繁殖新个体的方式 为哪一种 就是营养器官繁殖 答案选的是猪 好 第十三题 农民或从事园艺的人 为了使植物的子带 能够保存清淡的优良品种 通常使用下列何种方式来做繁殖 如果你要保留清淡的特征的话 要用无性生殖方式 假说有性生殖 那不对 蜗说营养器官繁殖 可以选 饼说植物的主度培养 可以选 定说主度 种子繁殖 不要选 所以大家选的是蜗跟饼 选的是C 好 第十题 下列何者不能直接发育成新的个体 不能直接发育成新的个体 跟他说小羽蛙刚排出的卵 青蛙刚排出的卵 这个卵是还没有受精的卵 所以他不会发育变个体 那答案就选A 那B说青梅菌的孢子 孢子可以发育变新个体 蘸藻也可以 失恋叶也可以 所以答案选的是A 我喝水一下 好 第十题 有关无性生殖的叙述何者是正确的 A 他说无性生殖的个体 比较有办法面对环境的巨变 其实不对 因为无性生殖 他没有所谓的精英的重组 所以他并没有产生一个多样性的子弹 所以万一环境有变的时候 他可能就灭绝了 所以A不对 B他说 需要雌雄配子的结合 无性生殖就不用配子的结合 所以A,B都不对啊 其他说 后代特性跟青带不同 错了 无性生殖的后代跟青带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答案选诸啦 他对农种物的培育跟品种的保存非常的重要 所以答案选诸 好,第十六题 请找出下列有关生物的无性生殖的方式 错物的配对 挑错的 A,他说分裂生殖是变形虫跟枣铝虫 对啊 B,他说除了它的生殖是细菌跟酵母菌 细菌跟酵母菌 酵母菌是哪 细菌不是耶 细菌是属于分裂生殖哦 所以答案选B错 那C他说断裂生殖是蜗虫跟海生 海生也断裂生殖可以的哦 所以那个C没有错 主打说包子繁殖是黑莓菌 那也可以选 是对的 不是可以选 他对的 他挑错的 所以答案选的是B错 他错哪边呢 细菌他是分裂生殖 不是触牙生殖 好第17题 他在实验室中呢 培养大肠杆菌 杆菌哦 这个细菌呢 30分钟分裂一次 经过4小时之后呢 刚好有一杯满的大肠杆菌 那一小时前 他的量是多少 他是每30分钟分裂一次 经过4小时之后 刚好是一杯满的没有出 他问你说那一小时前的大肠杆菌量是多少 一小时前就往前推哦 那一小时就有两次的30分钟 每30分钟就增加两倍 所以经过两次30分钟会增加4倍 所以4倍倒除回去哦 他是一杯去除以4啊 四分之一杯 所以一小时前的这个大肠杆菌量 应该是四分之一杯 所以答案选的是B 他问的是一小时前 我以为是从最开始 不是啊 因为是从一满整杯往前数一小时 可是每30分钟 他就分裂一次就加倍一次 所以一小时前的话 一小时有两个30分钟 所以是两倍两倍二二四四倍 也说他从一小时后变四倍的意思 那变四倍往前推到除以4啊 所以答案是一开始就四分之一杯 所以选的是B 好他那个第18题哦 那18题这边呢 他说比较副图中的酵母菌 甲乙柄三个细胞的染色体数目 何者是不正确哦 来看哦 酵母菌它是行出牙生殖 这个生这个 这个生这个 所以这三个怎么样 它的基因都相同 染色体的资料全都会一样哦 所以A他说 持种方式为出牙生殖 正确 他要挑错的 所以A表选 那B他说 乙柄的染色体数目呢 的总和是甲两倍 乙跟柄相加甲两倍 当然对啊 因为乙跟柄相加是两个啦 所以B也没有错 那C他说 柄的染色体数目呢 是乙的一半 它不是减数分点 不会一半跑出来 所以答案就C错了 那主他说 甲柄细胞的染色体的数目差 就相减了 是0 也没有错 所以答案只有个C错 好看那个第十九题 有关黴菌型包子繁殖的叙述何者是错误的 他说 为了吸引昆虫来传播包子 所以包子的颜色都很鲜艳 基本上那个包子的颜色 无法去吸引昆虫来帮他做传播种包子 他是用风吹的方式 所以A都错了 答案选A 那其他后面都对了 好看那个第二十题 有关无性生殖的叙述何者是正确的 A他说没有配子结合 对没有错 答案就选A 那B他说具有精卵结合的过程 当然没有 其实他说会产生成对染色体分离 不会这样子 这个成对染色体分离 这个减速分离才会出现的 所以C不对 所以他说胎生为无性生殖 错啊 胎生是有性生殖 所以答案只有A 对 无性生殖它是不用配子的结合 好二十一题 好二一的话 这个是蜗虫的生殖 你看 把这蜗虫甲切一半之后 变这两个 这两个怎么样 又成为独立的蜗虫 它为什么东西 他说蜗虫甲 它行分裂生殖 不对 蜗虫是断裂生殖 哪里分裂 A都不要理他 A写错了 把分裂打XX 是断裂生殖 那B他说 蜗虫乙跟蜗虫柄的染色体数目 是蜗虫甲的一半 这个是细胞分裂 不是减速分裂 乱来 所以B也不要选 C他说 生殖过程中 会产生细胞分裂和减速分裂 只有细胞分裂 没有减速分裂 所以ABC都不对 答案胜出了 蜗虫乙的这个 跟蜗虫柄 它的性状是相同 基因都一样 对 因为这个是 一般的断裂生殖 无性生殖 它们基因会一样 好 看那个第二十二题 关于植物的组织培养 繁殖 下列虚度哪个正确呢 A他说 培养基 不用杀菌就可以使用 当然要杀菌 不然会被感染 B他说 植物的培养繁殖是自然发生 不需要人为操作 不对 组织培养就人为操作 人为的一种方式 在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 所以A B不对 C他说 需要加入适当的养分 跟化学物质刺激增长 没有错 这C正确的 组织培养繁殖时 会产生减速分裂 当然不会 所以答案安全 是C对 好看那个第二三题 而且他说这个玩这个游戏啊 遇到一个果冻的怪物 果冻怪物 他是多细胞生物 把这怪物砍成两半之后呢 两半都会各自变成一只怪物出来 那砍了半天呢 怪物就越砍越多 他知道这怪物一定是一种 五性生殖的方式 则下列何则有错 因为他说 这些怪物的弱点都相同 对 因为他们是五性生殖出来的 所以他们的弱点都会一样 所以这A没有错 他挑错的 B他说 那小微应该数战数决 因为五性生殖的繁衍后代很快 脱越久怪物越多 没有错 所以应该快点把它给消灭掉 那C他说 蜡虫可以利用这相同方式来繁殖 蜡虫是属于断裂生殖 所以也蛮像的 也都没有错 答案是圣竹 他说可以从这场战斗中 收集到各种不同颜色的果冬怪物 当作标本 当然是不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这个是五性生殖 它的颜色都会一样 不会不一样 所以答案选的是竹 好 看那个题组的这一题 他说呢 这是落地生根 的一个繁殖实验 他取个落地生根的叶 放在培养民中的失棉花上 过两周之后呢 他观察它 变这样子 第一个他说 此叶片如果具有X条染色体的话 那新牙的细胞类 染色体会有几条 它是五性生殖 所以条数都一样多 一样X条 所以答案选的是A 第二题他说 在没有突变的发生情况下 原来植株的落地生根 开红花 则新牙长成的落地生根 他的花园是怎么样 一样是红花 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性贞 一样的特征 一样的基因 所以答案选的是A 第三题 持种繁殖方式呢 跟夏列何者相似 假如说玛丽蜀利用种子繁衍 种子就是有性生殖 当然不对化掉 因为这个是无性生殖 那以他说 甘蜀是利用金长出新植株 甘蜀是梗 故意搞你的 这个乱来 把金打叉叉 甘蜀是梗 它是快根 长出新植株 那丙是说 站早利用身体片段 进行断裂生殖 对 这也是无性生殖的一种 所以丙可以选 丙他说 草莓利用金发芽生根 长成新的个体 草莓是匍匐金 可以去长出新个体 没有错了 所以丙丁是对的 丙丁是对的 乙 乙就不对了 这里有解答有给错 但是选项没办法选的 因为A是加以丙丁 没有全对 因为甲是错的 乙也是错的 只有丙丁对 你把它答案改一下 以丙丁的乙打叉叉 把它改为丙丁 不要乙 因为乙就错了 这个题组的第三题 那个B选相当于E 不要他 不然没有答案可以选的 所以这个拔移打叉叉 只有丙丁对 甘蜀是用快根来做繁殖的 不是金 好 再来看那个第18页来 18页这边 我要上的是历届的题目了 来看那个18页的第一题 这是18页第一题 他说呢 富途是人工繁殖某种 榕树的过程示意图 人工繁殖 是人工的 他用枝条插入培养土中 到植株成长的过程 那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他怎么做的 他先取一个榕树 有一条虚线 把它取下来 先截取这个枝条 再把它插入培养土之中 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植株就长成新的一个榕树了 那跟这榕树有没有一样 当然一样嘛 因为这样的方法 是一种无性繁殖的方式 无性生殖的方式 所以答案选的就是 哪一个呢 他说 这个需要花粉管 不需要 因为这不是有性生殖 B 他说没有营养器官的产生 有啊 还是有根经验在发芽 所以这B也不对 那其他说 有利于物种的演化 不利于 这个是无性的繁殖 它是不利于物种的演化 所以答案选株 这样的方式 它不用经过减速分裂 没有错 所以答案选株 好 看那个第二题 下列合者呢 不属于落地生根 利用叶片繁殖子带的特性 落地生根是叶子的缺颗处 会长出新的植株 那A他说 不需要依赖蜂或昆虫来做传播花粉 的确啊 他是营养器官繁殖 干嘛要传播花粉 所以A没错了 那A没错 可是问题他不是他 他不需要 等会 何者不属于落地生根 利用叶片繁殖子带的特性 这个算他特性吗 不属于落地生根 利用叶片繁殖子带的特性 他的特性是哪一个 再看一下 那B他说 可遗传到跟母猪 母猪是母的植株啊 完全相同的性状 所以这个是对啊 他不是的啊 那A不需要 不需要花粉对啦 不需要风或昆虫来说花粉对 B要说可遗传到跟母猪一样的性状 对 其他说 繁殖速率叫利用种子产生子带快 这个也是对啊 因为他直接就是无性生子的 他并不需要那个精卵的结合 所以繁殖的效率会比较快啊 那猪他说 适应环境的变化能力呢 叫利用种子繁殖的加 不对 这种无性生子方式是比较不利于 他物种的演化 所以是环境的变化有变 他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答案选猪 猪是错的 好 看那个第三题 好 这个是说 这个海参呢 在进行断裂生子的试衣图 好 这海参 他在做断裂生子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试衣图 海参的孔 头部 尾部 肛门 A他说 这种生子方式呢 属于无性生子 海参形断裂生子 断裂生子就是无性生子 所以A都对了 所以答案选的是A 好 看那个第四题 他说 富土呢 是田里的一种植物呢 他利用金的 金的结 长出新的植物体 这属于哪一种生子方式啊 用金去长出下一个营养器官繁殖 所以答案选猪 这送分体验 好 下一题 第五题 好 这个是个常见的植物呢 它是由叶原的缺壳 长出加以两种新的植物体 那加以两株的细胞中所含的遗传基因 有多少比例相同 答案就是百分之百相同 因为全部都一样 它是无性生子的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植株 每一个叶片都一样 所以答案选100% 选的是A 好 第二题 少领取了某株植物的部分组织 放入培养基中进行繁殖 有光于这种方式繁殖出来的新植株 下列叙述 何者最合理 他说 这个是由原植株的细胞经过减速分裂 不对啊 这个是培养基 这个是营养器官 这个是生物培养的技术 这个是无性生子 没有所谓的减速分裂 B 它说由原植物的细胞 精细胞分裂产生 可以选 所以答案选的是B 那C跟猪都是讲那什么 精又变一半了 人里变一半 精不会变一半 那C乱写了 那猪它这里变一半 那也不对啊 它没有减速分裂啊 所以答案选的是B 好 看那个第七题 我以为刚才以为是蜗虫了 不是吧 这是落地生根 看来像蜗虫 落地生根的叶片 把它切成一半了 然后分别进行培养 各自长出一些小牙 如富途所适啊 所以它说哪个最合理啊 好来 它把它切一半之后 有没有减速分裂 这个没有 这个是无性生子 从头到尾都没有减速分裂 所以它是一般的细胞分裂 而且呢都是 都是蓝色体复制一次 所以是一般的细胞分裂 蓝色体复制一次 所以答案选的是C 好看那个下一页 好看题主来 好这个是那个落地生根的情况 非常的美对不对 这样静看很美丽 但是有一些密集恐惧 这看到这个觉得蛮不舒服的 这我个人觉得蛮美的 好看那题主来 这个是个题主 题目是说提干是说 鸭条法呢 是一种原意植物呢 常见的繁殖方式 因为呢 苹果树的枝干有许多的分支 可随意的选取 叫强健的分支 来做鸭条 副图呢 是某一个优良品种的苹果树 进行鸭条的过程示意图 它怎么做呢 来第一个 这个是它准备要做 这个植株它长得比较强健 就是长得比较好了 它要做鸭条分支 它先选取原植株的 要进行鸭条的一个分支 是这一个 然后呢 环状剥皮 将枝条环状剥皮 也就是它剥除 新陈层以外的 一个构造剥皮 之后呢 用湿的水苔布 水苔布是一种苹藓植物 然后呢 包覆剥皮的位置 用塑胶袋包裹固定 就把它包起来 让它潮湿 然后这边用的是水苔布 水苔是一种苹藓类 然后之后呢 等这个枝条长出 较多的根条之后呢 它切下枝条 再移转到果园中种植 就成为新的植株 本来这个长出心得要等很久 它用这方式 环状剥皮之后 给它放上这个水苔 跟塑胶袋保护它 等它长出根之后 把它整个切下来 再去种 就产生一个新的植株出来 这方式会繁殖的比较快 它说 环状剥皮之后呢 被剥皮的枝条 哪一项的生理作用会先直接受到影响 它把环状剥皮是新生生以外的 韧皮部被剥掉了 它的养分怎么样 就会先受到影响了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啊 养分的运输会受影响 第二题它说 在不考虑土变情形下 有关鸭条法分枝 繁殖出来的新植株 哪个最合理哦 A它说 染色体树木会比原植株增加 当然不对啊 这是一样多 不会增加 B它说 不能再以种植繁殖新的子弹 当然还是可以啊 其它说 和原植株不一样的新物种 当然一样的不是不一样 二株它说 它控制果实颜色的精英型 跟原植株相同 它是一模一样的 再直接无性生殖 再把它做出来 所以当然是跟清代一模一样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底下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 压条法的方法 它先取一段 把它环装剥皮之后 然后给它包覆塑胶袋 里面再放一些水苔 然后等它这个根长得差不多之后 把它切下来 切下来之后 放在这花盘里面种植它 到最后变成一个新的植株跑出来 用这方式就会繁殖的比较快 这是所谓的压条法 如果说你家里有种植物的话 你觉得那个植物还长得不错 可以尝试看看 但是植物被弄挂 我就不负责任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把那个无性生殖的课程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我们下一次上课 要上的是有性生殖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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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